五一假期我在网上刷到好几条731部队排队的人太多了 从而放弃参观731传领馆的视频 优理在这里呢还是想呼吁一下大家 时间充足的话 能坚持排队的话就再坚持一下 因为如果没有做那么多功课的话 当然是去看731不排队的遗址区域 是很难能清楚的明白731部队的罪行的 那如果您的时间真的有限的话 优理给您推荐一条 优理本人认为最适合参观731部队的冷门路线 这条路线呢结合本条视频一同服用 可以很简洁的帮助您了解平方区那段曾经的历史 我建议大家第一站 先到距离731本部大楼西南1.5公里远的合力同心公园 作为这次旅行路线的出发地 这个公园呢非常的适合自驾的朋友们 公园四周都有大片的停车场 也有卫生间等公共设施 非常的方便 也有公交站 选择公共交通也是很方便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沿着新疆西路出发 一直往东北方向走 首先呢你会看到一条小河沟 这条河沟名为河架沟 它的下游会汇入到宋发江 在整个平方境内呢有两条河沟 另一条叫马甲沟 这两条河沟呢当年在抗战时期 他们的河沟部分的河流段的两岸 曾埋葬了一些日本的日军军官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抗战时期日本对于东北的荼毒制彻底是什么样 继续往上走我们会看见一片具备浓厚苏联风格的建筑群 北侧这边的区域呢 我建议大家回程的路上再去打卡 先把视野聚焦到南侧的区域 南侧的路线 我们先会看到由一所幼儿园和一所小学组成的建筑群 在1940年前后 这片区域是731部队的高级军官住宿区之一 据了解啊 此处应该是生活在平房的731部队军官中 地位最高的军官居住区域 在日本人来到平房之前 这片区域曾是正皇旗头屯的一部分 731部队选定平房区后 正皇旗头屯便被拆平成三块 一块在这个区域的西北角一公里以外 一块在西南角一公里以外 还有一块被迁到了40公里外的双城 致使大量的正皇旗头屯的人民加坡什么 虽然此处的军官楼移植已经完全无存 但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到 在1940年前后 每逢夏季哈尔滨明媚的春光下 居住在这附近的731部队军官们 肆意的在河达沟旁贪婪的品尝着 从属们给他们做的饭团 大口的喝着日式清酒 而河对岸的正皇旗头屯的中国人民们 却只能啃着梅子做的粗粮疙瘩 他们不让吃大米 吃着就有可能被判罪 好一点的去当老公 差一点的上了手术台 再往前走 我们会路过一大片的居民小区 前面会有一所中学 这所中学与幼儿园之间的区域 是当年731部队建立的 东乡村中的休闲娱乐活动区 这个区域早年有很多饭店 酒吧等娱乐场所 而这所中学的全部区域 它再加上附近居民楼的总和 合在一块 构成了面积巨大的东乡村的运动场 当年在这片运动场的对面 是731部队供奉朝拜天皇的东乡神社 731部队的士兵和军属们 当年举办各类活动的时候 便是围绕着神社和运动场一带 接下来我们绕一点远 来到这所中学的身后 眼尖一点的朋友会看到几所 很有历史感觉的 类似破旧仓库样式的建筑 这个区域层是东乡村的供电所和供水楼 当然这些地面建筑也已经不存在了 但在731部队拜祷后 那些困难岁月 我们的先辈们把这片废墟上 能够利用上的都利用上了 才有了如今平方区 创造下的那些工业奇迹 随着这条街区继续往前走 我们会来到一片如今非常热闹的街区 这里曾是731部队东乡村的军属生活区 首先一路眼帘的将会是三所 斜着建造的房屋 他们是732部队的士官楼 当年居住在这里的日本人 要比居住在这三栋建筑旁的宿舍楼的日本人 等级要高出不少 但他们也比居住在荷家沟旁的军官等级要低一些 这片日本宿舍遗址之间 我们便会到达平方区北厂 最繁华的一条集市街区 公设大街 如今这里已经完全成为了一条 集市不停街的规模 价格公道的街边小吃和东北特色不计其数 早年间这条街也是东乡村中的一条小集市 偶尔会有一些中国人铁而走险的来到这里摆摊 卖一些蔬菜鸡蛋补贴家用 也有会纳鞋底会修剪衣物的中国妇女 在这里等着接日本军属做不好的 逢柴改补的真线活 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那些勤劳善良的中国人 在这里摆摊时会不会害怕 但是呢这条街的属性却依旧保留了下来 希望您在逛这条街的时候 看着那些路边摊卖本地菜的婆婆们 能够通过他们脸上的笑容认识到 主权二字是多么的浪漫 沿着公社大街再往北走 我们会看到几栋看似崭新的日本宿舍楼 其实这才是早年前东乡村日本宿舍的真实面目 去年新疆大街一带的部分历史建筑 大多数都进行了历史还原 还原后那些尘封在黄旗底下的红砖样式的房屋 才得以重建天日 沿着这条街再走 历史的厚容感与体验感会更加的真切 走出日本宿舍区在街对面 我们会看到一座集水塔 当年在他服役的时候 曾担任东乡村的部分建筑和731部队的供水任务 而这座供水塔 它的身后和它的西侧不远处 曾是731部队的另一条直通乡房地区的铁路 和从事植物病毒研究的巴木班的所在地 继续出发 跨过有些大街后 我们会看到一片小区 小区的东侧有一片大空地 早年间 这片空地与旁边小区的总面积结合 便是当年731部队的会议场地 当时这里是有一座 能够容纳下一千多人的大礼堂 也有网球场 运动场等等娱乐设施 当然 这里是日本军属也不可以随意来到的地方 部分关于731的影视作品中 有关石影四郎给731部队成员开会的地方 他所描述的就是这个区域 解放后这里也创办了一间小学 几年前被拆除了 成为了免费的停车场 如今这片空地 夏天会创办夜市 冬天这里也树立起了一座平方区的大学人 逛到此处 我们左手边 便是731部队的遗址 如今 731本部遗址区域内 仅剩南门遗址与本部大楼遗址相对保存文号 而731罪行的重点遗址便是731部队本部大楼后方的四方楼遗址 在731部队拜讨后 通过如今所揭露的罪行显示 当年留下来店后的731部队成员 在如今731部队最正审理馆停车场 也就是当年的731部队机场一带 摆放了多门山炮 进行了多达两个多小时的轰炸 也没给四方楼造成任何有用的伤害 甚至很多山炮的弹药 在撞击到四方楼的墙底时 竟然给弹了回来 后续又用野战炮 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射击 依旧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破坏 没有办法 工兵队只好在四方楼地下室 摆放了数十发 重达500千克的炸弹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体积爆炸下 也只是将四方楼的外墙 炸出了一点点的裂痕 这些731部队留守成员 只好放弃等待增援 一直等到关东军的增援 才利用定点爆破 将四方楼造成了一些 较为严重的破坏 有关于731部队的遗址信息 如果屏幕前的朋友 您没有时间排队到旁边的 731最终陈列馆 倾听讲解人员的介绍的话 可以在网络上搜索CTTV的 731纪录片 或者可以移步观看优理的 这期视频 下面我们将会走蓝色路线 了解一下在731部队拜讨后 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蓝色路线的起点 是位于731部队遗址的 第二展区的出入口 早期间我国处在困难时期 在731部队从平房地区 撤离近五年以后 东北军工部才派人来到平房地区进行考察 后续利用731部队本部以及东湘村遗址的设施 在这条蓝色线路北侧的区域建立了 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同志 亲自约定、亲自批建的中国第一个铝美合金加工企业 也就是哈尔滨101厂 731未能完全炸毁的本部大楼被投入公用 但是有关731部队的第一次探索 又或者说是记录 是在1959年 我国得到了一些缓冲之后 才开始着手调查的 而此时731部队已经被炸毁了11年 通过我方最早有关731部队遗址的录像显示 即便是过去了11年 四方楼废墟上依旧存在着大量的墙面遗址 结合前面所讲 可见四方楼是坚固 沿着新疆三道街继续 我们会看到两处烟囱 第一处是731部队动物分尸路 第二处是日本人分尸路 来到蓝色区域内 是一片巨大的居民区 这片居民区当年也就是101厂 后来的东兴厂的居民楼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年的苏联专家楼 现在这个月份正是小区内的桃花和梅花盛开的季节 午后阳光明媚的时候 这里闹钟取静 你可以找一处靠椅 感受这份安静自由得来的是多么的不易